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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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boundary 就是說呢 在這個boundary的左半邊 都是差不多這麼大的 結面積的一個管子 那聲波可以在裡面傳 傳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接到下一個管子 下一個管子就比較窄 這樣情況 那這樣情況我們剛剛講說 這樣的話 這個boundary的左邊跟右邊的主抗 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特殊主抗是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呢 一個往前走 或是往後走的這個波 這兩個分量分別它P除與U 應該要滿足這個主抗 會等於主抗 所以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 假設我們在這個 本來入射是只有這個 往前走的這個波 但它走到這邊的時候呢 因為主抗不匹配 那主抗不匹配 後來我們有兩個變數 那就要去滿足一些boundary condition 什麼樣的boundary condition呢 就是說 第一個這個P P要連續 P要連續 壓力 就是說任何一個面的左右壓力 是連續的 不會陸外有這個 不會jump 壓力不能jump 那另外那個 流量也不能jump 流量也連續 所以 但是呢 兩邊的主抗不一樣 所以 為了滿足這兩個boundary condition 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反射 就是說 因為主抗不匹配 我們這樣說 因為impedence mismatch 所以就會產生了這個 部分的反射 partially the portion of the wave is reflected 那另外的剩下部分往前走 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會有這個 我們notation 把它寫成這樣 1代表介質1 2代表介質2 好嗎 管子1管子2 那兩個管子家在寫的時候呢 一個很簡單的modeling 想法 為了滿足那些 剛剛講的boundary condition p跟u都要連續 那所以呢 就會 就會有形成一個反射 一定會形成反射 那只有局部能夠穿透 那有一些部分會反射回來 好 是這樣的情況 好 那我們的notation 正代表是往前走 負代表要往回走 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 可能你會想說 那反射率要怎麼算 反射率的話呢 有個公式可以預測 所以 接下來這張slide 就跟我們講到說 acoustic pressure pressure reflectance 意思是 transmittance 我們如果把這個 剛剛講說 反射回來 這個 這個 往回走的這個波 這個分量 它的這個 這個分量 它的這個 pressure 這個哪裡 處理它 在同一件子裡面 這兩個 它處理它 反射的分量 處理入射的這個分量 兩個 一除呢 就把它叫做反射率 叫做reflectance 好不好 那所以 如果我們去解那些 那個bundi condition 就發現說 這個反射率 從1到2 剛剛講說這個 這個分量 處理這個分量 這反射率有個公式 它會等於這樣子 主抗 兩邊界值主抗的X 除以兩邊界值主抗的核 好不好 所以這個各位 稍微有個概念 如果有說過電磁波的話 應該會知道 就是這些東西 有沒有學過電磁波 沒有學過電磁波 有沒有人很疲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經歷過這一段 可能沒有 好久好久以前 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網路有沒有 網路還是透過那個 同軸電腦也在傳 就是說 所謂broadband 透過電視的線 傳網路 曾經有一個 至少我念大學研究所 是這樣的概念 還不是光線到佛的時候 是用所謂broadband 最後一領事 是broadband 那那個 那所以可能是 他看到網路怎麼連 那連到最 反正大家經過宿舍 一間一間 大家就接 就可以用 但是他在最底下的那一間 同軸電纜 同軸電纜 同軸電纜的主抗 各位知道是50Ω 有這種規格 對不對 他一定要放一個50Ω 要放一個匹配的主抗 讓那個 電磁波在傳說 他以為說 這一路都是50Ω 就沒有反射 所以他這個terminate 會有要賣 那種50Ω的主抗 就酸在上面 最底段 一定是這樣子 主抗要匹配 那所以如果你很疲的話 故意去那個 跑去那個 把那個主抗 那個 轉開來 有沒有 那整個宿舍的網路會全部盪掉 因為就是那個 所有人都看到奇怪 就反射回來 boundary conditions 沒有match 就反射回來 就會造成所有人的網路 全部都 都不能用 在有那個樣的一個年代 所以這個是 這些升學裡面 這些概念 跟電磁學都相同 我剛剛肉講一個東西 所以主抗 他這邊主抗定義是 什麼 主抗 大家復習一下 主抗定義是 acoustic pressure 除以 這個volume velocity 對 那這個叫主抗 那各位 我問你們猜猜看 p乘以u 會是什麼東西 兩個東西相處 是主抗 那相乘會是什麼 power power 有沒有 是不是電壓乘以電流 是等於功率 對不對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 增壓 稍微看一下單位因次 p乘以u的單位因次 p是pressure pressure的單位是牛頓每米平方 那乘以u u的單位是剛剛講流量 這流量是什麼呢 是單位時間通過 某面積的這個 體積對不對 所以是m3次方 除以 單位時間 就是 t second 所以你去看一下 這兩個相乘以後 單位因次會是 牛頓 乘以米 再除以s 這不就是一個功率的單位 d 乘以 距離 就是做功 功再除以時間 就是power 所以這些觀念 p乘以u是 就仿佛v乘以i 是功率 p乘以u 就反乎v 除以i 是主抗 所以各位至少在單位因次的層面上面 可以做一點點的 檢查 好不好 這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總之 這邊觀念就是說呢 兩個管子的這個結面積不一樣的時候 接起來 聲波傳過去就會部分反射 這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去學這個東西呢 那這邊就是稍微再看一下 那 假設如果我們今天有 兩邊都有的波這樣傳過來 有沒有可能 意思就是說 對啊 因為在裡面如果有波蟲反射的時候 每個地方都會有 這個往右邊走的分量 跟往左邊走的分量 那所以 在這個 關於這個boundary 我們就會看到說 關於這個boundary 它的這個流數 我們剛剛是用生壓做A variable 現在用流數做A variable 這個流數呢 我們就可以 這就可以形成一個 所謂他們講座的裡面寫出來 2Port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有人講 什麼2Port 這種這種東西 電路學裡面的這種2Port 那所以 這邊就有 這叫做一個2Port 兩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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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ort 就是我們 representation 好不好 這樣一個boundary 我們就可以想像成說 那麼 所以 如果把這兩個當作input的話 這兩個當作output 那input和output中間 就會形成一個2x2的矩陣的 理念transformation 好 那所以它的寫法 各位稍微看一下 比方說呢 欸 在某一個瞬間 這個u1往這邊走的這個分量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是u2穿透過來的 對不對 加上u1這邊反射回去的 這兩個加起來 所以這個就這個意思 u1這個往左邊走 以u1負 往左邊走這分量為例 它就等於 u1正反射回來的 加上u2負穿透過去 是這樣子 來看是這樣子的 metric representation 好不好 這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因為這個跟下一張slide有關 下一張slide呢 我們就會把這種的想法 換成是signal processing的這種 這種flow chart 各位剛剛講說 這個是什麼樣子 這個也是一個suport 我們現在把這個時間 就想成是離散時間 所以我們就可以create 一個digital的 discrete time的一個model for這樣子一個physical system for一個簡單的一個boundary 聲波 兩邊可能聲波船 經過這個boundary 怎麼樣scatter 最後分別在往那邊走 跟往那邊走這個量 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這樣子一個 畫成一個這樣的一個 一個flow chart 它所代表的就是 這樣一個簡單的boundary 有不同的阻抗 那根據阻抗呢 阻抗插水體 然後核算出來的反射率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個scattering matrix 化成那個 我們訊號流程度 會畫成這個樣子 這個 應該是 還蠻straight forward 這樣的情況 好嗎 Any question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終於可以來介紹 什麼叫做multitube的一個 Vocal track model 所以這件事我們上來看一下 語音發生的整個這個過程 這什麼樣的過程呢 我們要發出一段這個持續的聲音 或是說變化聲音 肺這個是橫隔膜 這個叫做muscle force 橫隔膜要去頂肺 然後讓這個氣能夠 處於通過聲門 通過我們的Vocal force 有人說Vocal chord 這個是聲帶 聲帶是有彈性的組織 你可以透過調整它的彈力 來決定說 你要多緊多收 都要放鬆的話會比較低音 比緊的話比較高音 這樣的情況 那總之呢 調整就是說 所以你看我們其實還蠻Amazing 我們今天講到人能夠講話 其實是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這個 Vocal chord 總之呢 氣流流過它的時候呢 由於它這兩組的交互作用 它會 產生 類似周期性的運動 開合開合開合 如果你聲門是 是處於要講話的狀態的情況 持續的母音 其實這個應該有些影片 請各位看一下 我去找我看 所以如果各位有找到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蠻Amazing的 就是說可以去看那個聲門 打開跟關上 傳統叫做聲帶 不過現在大家比較 Vocal chord 比較準確的手法 應該說是Vocal Fold Fold是那個縫合 其實聲帶不是只有 你看到的那個帶狀 整塊的那個整個組織 像比較像拉電 拉電這樣打開 總之呢 這邊產生周期性的開合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氣流是間歇性的通過這個 上一張 通過我們的這個聲門 間歇性的通過 好不好 我稍微畫一下一張圖 就是說 如果 我們在聲門這邊 它有時候是關起來的 有時候是打開的 所以如果你設想說 這裡 就是 在這個圓頭 然後在我們聲音的圓頭呢 在我們的聲音的圓頭 它的那個流速 對時間的關係 概念上面 會變成是 打開 然後關上 打開 關上 會變成是 間歇性的 這個打開 關上 那中間會 可能會有一個Period 那這個Period 就是我們這個 Source Signal 它本身的周期 是這樣的意思 那當然我們可以拿 就做附電掌關 真的 可以看它平埔 都可以 那 所以 概念上面呢 當我們肺部把這個氣體 頂著 通過我們的聲帶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間歇性的開合 使得它 這個 U of T 那個氣體的流量 聲波那個氣體的 存在那個氣體的流量 對時間的關係 在這個地方 是間歇性的開關上 概念上就是這樣 那 這邊這個灰色的這個區域 是代表說 聲音 它接著會通過 我們的煙火部分 然後 通過我們也許 舌頭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 概念上就是舌頭 然後 主要通過口腔 也可能 這個 通過軟惡的調整 它有可能會有鼻音化 鼻音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鼻音的共振比較強 不過大致上 我們先不考慮鼻音 我們先不考慮 鼻音的情況之下 這整個這個 這個通道 我們把它叫做所謂的 這個 vocal tract 叫做聲道 叫做發聲的聲道 vocal tract 那這個 vocal tract 你可以想像說 我在講話的時候 任何一個 moment 它每個地方 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 長的這個 tract 但它每個地方的這個 截面積都是不一樣 是不是 每個截面積都不一樣 絕對不是一個均勻的管子 所以 每個剛剛截面積都不一樣 所以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就把這個 vocal tract 可以想像成說 那我用許多個圓柱的這個 疊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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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什麼樣叫做 vocal tract 所以就是 這叫做所謂的 multi-tubed model 把 vocal tract 想成是好多的 這個圓柱狀的管子 其實也不一樣圓柱 就是說 我們就講圓柱 很多個不同 這個半徑 半徑都不一樣的這個圓柱 所以 整個連在一起 整個連在一起好嗎 那所以 當聲波它走到不同位置的時候 它就依據這個半徑的 半徑 對這個空間的變化 就會造成 因為它不是一個 恆定的這個截面積 那就會有 在每個不同的 boundary的地方 至少在這個model裡面 在每一個boundary 都會產生部分的穿透 跟部分的反射 是 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 整個講話的過程 嘴巴在做的事情 想像成 嘴巴就是一連串 不從的這個波倒 每個地方解密機不一樣 所以說呢 嘴巴講話時候的 所產生的這個 反射跟穿透的情況 都會不一樣 Any question? 就是 這樣子來想像它 這樣來想像它 那最後呢 最後得以 從我們嘴巴 送出來聲波 就送出去了 就送到 在空 就在這個 free space裡面 radium 所以就從我的嘴巴 穿到你的耳朵 這樣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這邊 稍微 這個解釋一下 這個notation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呢 這第一節管子 它的特徵主控是z1 第二節管子z2 那從z1到z1 這兩個管子之間的 這個反射率 叫做r12 從1到2 r23 rn-1到r2 最後一節 如果我們把整個 Vocal track 想像是有 N結的管子 組成的一個構造 好 那所以很 Straight forwardly 剛剛講說 每一個 每一個 boundary 都可以畫成 一樣2 port 對不對 那所以 既然有這麼多解管子的話 那就可以把它 想像說說 這整個 整個管子 它有多少解管子 就有N-1 有N結管子就有N-1 個這樣的地方 N-1個這樣的junction 那並且呢 管子依據它的長度 可能它這個 還會有一定的時間的delay 過去跟回來 管子還是有限度的長度 聲波通過這個管子 還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樣的等效響成 這些junction 跟這些delay line 所串接起來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系統 好嗎 所以就有點呼之欲出 就是說我們好像 欸 這個Vocal track 到這個物理的這個 把它想像是管子 那管子最後呢 就會有這樣的訊號處理的 model會產生出來 所以這樣子 其實就 八九不理十 接下來他們有些文獻裡面去 討論比較detail的地方 就是說呢 當然可以一直這樣接下去 但是我們要考慮到 最後一節跟第一節 要稍微想一下 這個我不想太強調 因為在我們應用裡面 不會太需要去考慮這方面的事情 他們就會發現說呢 必須要去考慮說 這個g g代表這個單字叫做glotis glotis就是那個 剛剛講那個聲帶的出口 那個地方叫glotis 這叫聲門 這叫聲門 他有時開有時關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考慮說 這個有一個source impedance 這個有點像什麼呢 就像如果你有任何一個電池 電源供應器 或是這個電流源 它是不是應該會有什麼 Norton或是Themening的等效電路 對不對 那所以那個電路裡面 是不是他提供 他有一個 他提供一個 一個V 一個V 我就講電 因為大家也不要大部分 背景能練一些 那個 Themening等效電路 會有一個sourced impedance 或者是output impedance 電子學裡面 類似這個意思 所以聲音在從我們這個聲帶 傳出來的時候 反射波 他往回看 也會看到 一個impedance 那一個impedance 是要去把它做處理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種 比方說這種 構生 發生原理的這種 好像比較距離物理的這種 的 信號處理模型 的話 你要去考慮到說 那麼 sourced impedance 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有人就 就把它描述成說 有純粹這個 實部的部分 還有一個虛部 虛部的想像這個是 我當時借用電學的notation 電感符號 電感的 這個 一個人會這樣去做考慮 那這個細節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文獻裡面 有這樣寫 所以 有這樣一個sourced impedance 就可能要考慮到 sourced reflectance 當這個回傳波 反射回來波 最後如果有辦法 傳回聲紋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主抗 那一個主抗 就會造成 他這個主抗 當作是他 在sourced段的一個load 這個load 所以說呢 這樣回傳的時候 也有這個樣造成的reflectance 就是看回去的時候 和最後的 彈 再往 反返往前傳的這個reflectance 這個reflectance 你可以這樣定義 一樣意思 相減 處理相加 這個rocey處理A 就是第一個管子 它的特徵主抗 那稍微跟各位review一下 這個細節我就不待會看 就是很多TDS 比較TDS的東西 不過這個微感消失 所以總之有人已經 他很詳細考慮過說 在globsis的部分 sourced 要它的signal processing model 會是什麼 這有人已經考慮過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太反對的話 我就繼續 好嗎 所以同理呢 在load 嘴唇這邊 也有人考慮到說 咦 也許它的impedance 是 兩個東西的 這個叫什麼 病點 這叫病點 這叫病點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這個可能 你們再去查一下文獻好了 最後跟各位提一下 這個 力跟電有時候 它剛好這個是 的主抗 我這邊講病連的意思是說 應該說 它這個是 這兩個主抗寫起來 R R 3 Omega L R 這個R 代表是radiation 代表說最後從嘴唇出去的時候看到主抗 這個我們畫這樣符號的意思是說 它定義為 相加 分支相乘 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它的這個什麼 各位熟悉 倒數的這個 相加 再取倒數 的意思 它的 導鈉 導 其實病點的時候導鈉是相加 主抗是遵循這樣的關係是嗎 所以是這個意思 那 我想 隨便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講電學的時候畫電路圖的時候 什麼叫病 什麼叫做病連 這個叫做串連對不對 這電路圖大家都熟的 這個叫串連 這個代表某個主抗 不是Z1 這個主抗是Z2 這叫串連對不對 總主抗叫Z1加Z2 那病連是這樣的情況 這叫做病連 這個大家應該很多人都滿熟 這叫做病連 Z1跟Z2的病連 但是在升學或力學的時候 要反過來想 升學或力學我們講這個彈簧 就以彈簧為例 假如兩個彈簧 平行放在血去拉的時候 你力是不是要額外廢力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那個主抗是相加 還是 是病連還是串連的公式 主抗是相加耶 所以力學上面兩個東西平 就排排站放的時候 但是它的主抗其實是相加的 輝爾斯如果這個彈簧是 有一個K1系數跟K2系數 兩者是橡皮筋好 橡皮筋一直串下去的時候 是更容易拉 更不好 是更容易拉 對 所以那個主抗是這樣 所以這個時期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這樣的情況 好像有點點confusing 所以各位如果 有幸進入到這個領域的時候 這個要想清楚 所以這個不是很容易解釋 所以這邊可以想像說可能是 這個L的部分是質量 代表是質量 所以代表說呢 我們在最後嘴唇要 他推出去的時候 他可能看到是兩個東西的串連 齊主抗的公式 遵循病連的公式 所以 這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可能有一個固定體積的氣體 跟後面的什麼的R 所以我就不是很熟悉 好嗎 所以 不過總之也有人就很仔細地去想過這類的事情 好 Any comment 好 那所以 我先介紹完這張 下一張是什麼 我先介紹完這張 所以總之 to summarize 這整個從深門出來到嘴唇 這樣子 透過多管節的想法 並且呢 它的Source 跟它的Load 這邊呢 都好好處理過以後呢 這整個灰色的部分 這樣子整個灰色部分 它的訊號處理整個總共的流程 就可以想像成這邊 這邊有一個input 在最左邊 有來自深門的這個 volume velocity 對時間的關係 這是一個input 那通過結結的這種散射 你就是一個junction 到最後呢 能夠產生出去的這個output 就是從我嘴巴出去 過了多半時間 就到達你的耳朵 好 那中間發生的事情呢 可以化成一個這樣訊號的流程 OK 那這樣一個訊號的流程呢 嗯 這樣一個訊號的這個single processing流程 這是首先呢 它是不是一個線性系統 這是一個linear system 它是一個linear system 因為它過程的不外是 三次的矩陣的東西 那delay 這都是linear 每個block的linear 都起來一個linear 所以這個linear time 應該說linear的system 那這個linear system呢 所以它們就會characterized by一個它的impulse response 是吧 是吧 任何一個linear time vary system characterized by一個impulse response 所以現在要問各位 這個會是IR還是FIR 如果它當input 那邊當up的話 它這個impulse response 會是 是 有限長度 還是 概念上是 是遞毀的 無窮長度 這個大概考慮一下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 先休息十分鐘